嗨 大家好 我是Vik 我們開始吧 這支影片內容 前依據HKMOTO所提供的資料拍攝 若沒有提到的內容 借以HKMOTO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感謝大家 今天這支影片 是我們之前和大家分享過的一篇文章 就是這個HKMOTO的傳動 還有兩組離合器在這裡 那這個商品是我之前用在KRV車上 那大家都知道現在KRV的影片 我沒有再更新了 而且兩台車我們也都放售掉了 所以剩下的一些零件 我覺得我也用不到 那看起來我也覺得還算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和大家分享 你在使用HKMOTO傳動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注意哪些 之外呢 我們也會把這幾些全部抽獎出去 所以影片要看到最後面 相關要如何參加這個抽獎的活動 我們在影片的最後都會和大家分享 那不用多說 我們就和大家一一說明 你在使用這個品牌的傳動的時候 你必須應該要注意哪一些細節 有沒有看到這張A4紙 這張A4紙其實是HKMOTO產品的 使用說明跟注意事項 那這個是郭拉板他自己撞顯出來的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 他的商品在使用過程中 你必須應該注意哪些 甚至還有傳達一些很重要的傳動觀念 那所以今天我們也會透過這支影片和大家分享 這個HKMOTO的傳動 你在使用過程中 你必須應該要注意哪些 首先你買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無論你是在店家還是你自己購買 有可能你是買二手的 不管你務必一定要先檢查 它裡面有沒有缺少零件 這部分要讓大家知道 買任何所有東西外觀的檢查 內容物的檢查都是必要的 這部分讓大家知道一下 再來安裝這個商品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一定要去參考原廠的索附扭粒子 如果你不知道原廠的索附扭粒子的話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 盡可能的去找資料 那如果你真的完全都找不到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拆掉這個螺絲的時候 甚至拆掉這個螺母的時候 做個記號 到時候鎖回去的時候 你就核對這個記號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不會誤差太大 那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鎖好 一定要鎖好 不是鎖過頭的過緊 我講的是一定要鎖好 所以當我們鎖好後 你在騎到路上的時候 發現有異狀的時候對不對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猛吹油門 這部分非常重要 所以鎖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還是再次強調 可以的話 盡可能的去按照原廠所規範的扭粒子 下去進行鎖附 是最安全的 再來使用這個商品 HKMOTO的郭老闆有規定 500公里以前都是磨合的 那這部分也讓大家知道一個觀念 我們在磨合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不是大油門的吹 你要順順的油門下去轉動 你就慢慢的這樣子順順的出去 往後你就可以去全開油門 所以這個是磨合的過程中 是必須要去注意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要跟各位講 阿補油門的時候 粉塵會產生非常多 一旦粉塵產生非常多的時候 那也相對的 你是不是卡在網溝裡面 卡在網溝裡面 是不是粉塵對自己的離合器皮 就會製造傷害 我們在龍岸那一部影片 是不是有提到 粉塵對自己傷害的話 會產生什麼 碳化塵 所以搞不好你在磨合過程中 碳化塵就一直產生 你500公里搞不好 就產生非常多的粉塵 在漆塵磨合的時候 順順油門開 你只要順順油門開 開到一定程度後 你再大補油門下去就好 那一旦500公里一到 記得要回到原來你安裝的地方 下去進行一些清潔 目的就是要把那些粉塵清潔掉 同時安裝人員 他也會幫你去看 整個離合器的磨合狀況 有沒有達到我們所謂的光滑面 要是磨合還沒有到光滑面 還蠻多碳化塵的話 那相關的安裝人員 他也會幫你稍微把碳化塵清除掉 你必須還是要繼續磨合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磨合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磨合做不好的話 很可惜 這個離合器的特性 你是沒有辦法享受到的 這一點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當然500公里一到 你回去原來安裝的地方 進行清潔的時候 你也可以同步的跟安裝人員講說 你現在騎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是不是有必要去做適當的調整 這部分你都可以告知安裝人員 再來使用HKMOTO傳動的時候 務必一定要使用原廠的開闢盤 我相信各位如果有長期在追蹤 我們頻道的影片 甚至我們在分享這個品牌的傳動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知道 我們曾經在蠻多支影片都有提到 HKMOTO的郭老闆 他在設計這個傳動的時候 他是以原廠的開闢盤下去進行的 所以我要建議各位 你們在使用這個傳動的時候 開闢盤一定要使用原廠的 不要去更換其他的 這部分讓大家知道一下 除了開闢盤是使用原廠的之外 你要額外再加一些扭力加速器 或是墊片等等之類的 我說真的其實是不需要的 特別是電片 因為大家都知道 郭老闆他設計他的傳動 已經不需要加電片了 他的皮帶自重已經是做很好了 畢竟原廠他們在配置的時候 是以不佳的狀況下 下去進行設計的 所以這部分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傳動是屬於消耗屏 傳動的每一個零件基本上都是消耗屏 無論你是在珠子 福利盤 皮帶 大彈簧等等 這些都是消耗屏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是不是有講到 磨合500公里後 甚至未來在做一些固定的 公里數保養的時候 安裝人員他們都是會幫你 進行一些零件的檢查 那等一下後面的影片 我們也會告訴大家 怎麼針對各個零件下去檢查 你們也都可以參考 因為畢竟這個是郭老闆他寫出來的 那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和大家分享 各個零件他到底什麼時候要更換 然後你必須要去注意哪些 我們就一步一步帶著大家去了解 我們在進行一些各個零件檢測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你務必一定要先準備一個這個 游標卡尺這個是最基本的 因為我們後面一些檢測的流程 我們都會透過這個游標卡尺告訴大家 那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你在安裝前普利盤跟楓葉盤的時候 你必須一定要先檢查你的皮帶寬度 這部分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在量測皮帶寬度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需要到游標卡尺 你要去量一下皮帶寬度 現在有沒有低於原廠的規範下 建議各位你就一定要換了 每個人的騎車方式不同 有些人可能是在市區慢慢的騎 那他可能皮帶就撐的比較久 有些人是常常在跑一些上坡 甚至喜歡去跑山 那可能皮帶的耗損就會有一定的程度 那當然如果你是屬於很負重型的話 那更要去檢查你皮帶的狀況 畢竟我要跟各位講 斷皮帶皮帶一斷 輕折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嚴重的話有可能會在裡面亂打 一旦亂打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皮帶的檢查務必一定要去做 這一點非常重要 再來是這個前普利盤 有沒有看到這個前普利盤 這邊有一個油封 這個油封的目的是要減少灰塵 進入到套桶避免卡死 也就是說當你要安裝這個前普利盤的時候 甚至你要做保養清潔的時候 準備安裝上去 你務必要再檢查一下這個油封裡面 有沒有含一些飽飽的環油 這部分很重要 這個環油一定要抹上去 而這個環油要使用的話 是要使用高溫環油 然後你只要輕輕的這樣子抹上去就好了 像這邊我們之前已經保養好了 然後我們也有抹上去 抹完後對不對 對不對 就可以把珠子壓板放進去 套桶的話就對 就是直接這樣子 裝進去就好了 這個普利盤的環油 是務必一定要做的 那當然 我們現在這一組已經是抹好了 各位抽中的車友們 你拿回到家 你也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那個環油在上面 好 雖然我已經抹好了 但你也可以再次檢查一下 你就知道我要抹在哪裡 以後就記住了 你就知道怎麼抹了 這部分讓大家了解一下 每次我們安裝的時候 新品可能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是使用一段時間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些清潔保養 那每一次在進行清潔保養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看一下 普利盤的表面狀況是怎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面是有做一個電鍍層 那只要這個電鍍層有開始脫落 或者是有凹陷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就不要再使用了 這是以防萬一 避免皮帶受損 那這部分呢 我要跟各位講 你也可以拿一個比較直的邊 像油標烤尺旁邊這邊是不是比較直 你也可以稍微去碰一下 看它有沒有凹陷 好這部分 直接用這樣子就可以知道了 那一旦你看到電鍍層脫落 或者是凹陷 如同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就建議不要再使用了 那再來 普利盤裡面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油風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滋潤抽層的鐵套 那這個鐵套你在安裝的時候 我也要建議各位你可以抹一個飽飽的環油在上面 再把這個套桶放進去 所以抹環油的地方會有兩個 一個是油風 這個油風這邊要抹夠 另外一個是這個滋潤鐵套 這個裡面你是輕輕抹一個飽飽一層的環油在上面就好了 這裡的滋潤軸套有一個很重要的規範 叫0.12mm 那這0.12mm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跟這個套桶 我們先放進去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就是 不要搖晃 不能搖晃 這個其實在我們早期很早一些影片 我們都有提到 那如果你要更準確的話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油標卡尺拿出來 先量滋潤軸套這裡的內徑 先量出來 往後呢 你再去量這個套桶的外徑 OK 那量出來的數字兩個相減 只要沒有超過0.12mm 那基本上就是都可以正常使用 那一旦你超過這個數值 大於0.12mm這個間隙的話就對了 那我就建議不要使用了 那我們普利盤在做清潔的時候 你可以用那個煞車碟盤清潔劑下去做 然後往後呢 再進行一些擦拭等等之類的 那這部分要跟各位講 不要去拿噴燈下去烤它 就是那個火槍下去噴它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因為如果你一噴下去 這個油風就掛了 HKMOTO它的東西出產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有做一些清潔了 當然有一些車行還會再幫你再度清潔 而清潔的方式你可以看到 他們不會拿噴燈下去烤 他們就是用一些藥劑下去清潔 清潔完後 他們還會再重新上油 這部分讓大家知道一下 再來是普利豬的部分 普利豬因為HKMOTO它的普利豬是比較特規的 在市面上是看不太到的 那一般來講我們看普利豬 以照HKMOTO來講 有時候你們在看的時候 不要用肉眼下去看 要用油標卡池下去量 有些車友他們在使用這個HKMOTO傳動的時候 這個普利豬他們一看 可能是這個地方有一個好像平平的感覺 好像磨損平平的感覺 實際上有時候說真的 你用肉眼看是不正確的 必須要用油標卡池下去量 而且量的時候是要用四點的方式下去量 你就是量四次 四次大概取一個值 那什麼時候要去更換呢 就是低於19.8mm以下的時候 這顆普利豬就是必須要更換的 我們來教大家怎麼量測這個豬子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是量測四點嘛 那我們先來跳一個 讓你感覺上好像有磨損的 這邊 這一顆 這一顆是讓你感覺到是有磨損的 那我們來量測一下 怎麼量呢 就這樣子油標卡池這樣子下去量 好 你看你感覺上肉眼看是有磨損 可是它的範圍是在哪裡 20.12mm 有沒有低於19.8mm以下 沒有 所以這顆還可不可以用 可以 那我們在量的時候要是在量四點 好這邊 量四點 有沒有看到 OK 我們再挑另外一顆 這個 我們來挑一下 它是有磨損的地方 這裡 有沒有看到很像是這裡 那我們量一下 有沒有看到 其實是OK的 那這次我們抽獎出去 的那一個 普利盤 所附的珠子 是9顆嘛 那3顆是9 上面是9 下面6顆是8.5 那同步的我在這邊也跟各位講一下 要怎麼去放 非常簡單 我們在放的時候 對 非常簡單 3顆9要放在哪裡 就放在這個中間 有沒有看到 就是平均放的意思 那剩下6個位置就放什麼 放8.5就好了 好 所以 就是這樣子配置 你們覺得很簡單 主要目的就是平均的配置 這樣子就OK了 很簡單吧 再來是這個套桶的部分 套桶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就看表面這裡有沒有異常的磨損 然後在安裝回去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因為有些車種它的內部這裡 有可能很容易卡在曲軸上面 拔不下來 那你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個內部裡面 抹上一個保保一層的防卡劑 那可以避免我們在把這個軸套拔下來的時候 發生卡住 這部分你們可以做一個參考 各位要注意是保保的一層 真的是保保一層 你抹過多 滑油甩出去的時候 那反而讓你的傳動更容易打滑 這部分要適當的去控制 再來是這個壓板 這個壓板 其實我們每次清潔的時候拿下來 我們要去看的是這個地方的緩解 這裡外圈的這一圈 因為這個外圈這一圈 它都是跟普利珠在接觸的 那你們也可以知道它沒有任何的滑溅 這也代表說它的普利珠也同時扮演著滑溅 因此這樣子的狀況下 它的普利珠其實加入了蠻多一些特殊材質 像克維拉的材質就是做防彈衣的這個材料 HKMOTO的普利珠只要你有去做好我們剛剛所講的一些量測 然後它的規範如果到達以下的話 你必須要更換 如果你繼續再使用的話 那其實對這個普利盤的傷害是蠻大的 同時也對這個壓板也傷害蠻大的 一樣都是拆下來後 我們也是要去看一下 內部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磨耗磨損 然後外部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磨耗磨損 我們都是要同步去看的 那基本上壓板是還蠻簡單檢查的 那接下來是這個大彈簧 我們這次要抽獎出去的這個大彈簧 我們是使用52公斤大彈簧 那這部分已經是有壓縮過的 那當然我手邊還有一個是全新的52公斤大彈簧 那我們就量測一下給大家看 看落差在哪裡 你們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首先我們先來量這個新的 我們在量測的時候要注意量測的一些手法 我們就大概抓一下 我們必須要去控制一下 是不是有壓縮到彈簧 大概是122.60mm 那再來是壓縮後的 我們量測一下 壓縮後的是落在哪裡 是121.79mm 我們把122.60mm 減掉121.79mm 換算出來是0.81mm 有沒有低於規範內 沒有 因為規範是少於1.5mm以下 你就必須要更換 那我們現在只有少0.81mm 那當然這個0.81mm 會不會造成你7X3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不同體感 有些人是會有的 有些人是不會有的 假設你發生抖動的話 那我的處理會怎樣 第一個我們要先去檢查 所有的零件是不是正常的 就我們剛剛前面所講到的 葡莉珠有沒有異常 清潔有沒有做夠 離合器皮的狀況有沒有產生碳化成 假設這些全部都OK沒有問題的話 大糖環有沒有軟掉 我們發現到它假設少了0.81mm 起起來是有點抖動的話 這部分我會怎麼做 很簡單 我不會更換大糖環 我會把九顆珠子裡面 挑三顆出來 去適當的降0.5克 就是三顆珠子分別各降0.5 那你只要這樣子使用下去對不對 你的抖動狀況也是會改善的 也就是稍微提速一點點 因為當大糖環軟掉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小小的重拖 那我要稍微提速一點的方式 有兩種 一我更換一條新的大糖環 二我把珠子刻重改變一下就可以了 你們要去思考 這個大糖環還可不可以使用 還可以啊 它還沒有低於1.5mm以下 所以勢必怎樣 我去改變一下珠子的重量就可以了 那各位你們可以稍微再去思考一下 大糖環的長度少了0.81mm 它還會不會再軟下去 會啊 如果它來到少1mm 你還可不可以使用 還是可以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到達規範 可是要是你發聲都抖動 那怎麼處理呢 很簡單 一樣 把前面我剛剛提到的 全部再次檢查 再次清潔 如果還是發生抖動 再去把珠子調整一下 再把三顆珠子再調輕0.5 你看你這樣子是不是有六顆珠子 全部共同調輕的0.5 那同樣的 來到了1.2mm 這個時候 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我要不要提早更換 也是可以提早更換啊 或者是我要不要繼續使用 也是可以啊 一旦換新的大糖環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之前出產預設的普利珠 全部拿出來回歸 那是不是騎起來的性能 就還是一樣的特性了 這樣子的做法 你可以一直循環 而且你也可以發現到 你也可以得到蠻多一些普利珠 下去讓你去配置了 那這樣子玩法就非常多了 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是我幫一般車友在調整的時候 我常常都用這種方式 而且你不知不覺你會發現到 欸! HKMOTO的一些相關耗材 我好像手邊都有 而且這台車我要怎麼調配 好像也蠻容易的 是不是 你們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再來是離合器的部分 這次我們會抽兩個離合器出去 一個是慕石離合器 一個是我們之前和大家分享的白皮 那慕石離合器是全新的 我完全沒有使用過 那這個白皮的離合器 我有使用過 可是各位你可以發現到 我有對表皮做一些拋的動作 也就是說 你拿回去後 你也是要重新磨合 因為畢竟我們沒有附網工 所以你務必一定要用你原廠的網工 進行下去磨合 相同的慕石離合器也是 那在離合器部分 要注意哪些 第一個就是 你必須使用原廠網工 或者是內部沒有任何加工的網工 也就是內部是光滑面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離合器什麼時候更換呢 當你發生離合器皮有嚴重的脫弱 或者是離合器皮的厚度 它少於原廠規範 甚至離合器這裡的一個小耳朵的地方 就是勾的地方有破損了 你必須就是要更換離合器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小彈簧也不要自行更換 然後更重要的是離合器皮也不要自行加工 這部分也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們是不是有和大家分享熔岸的企畫 對不對 你們也可以發現到離合器是不是要保養 是的 所以當我們也要進行一些保養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對這個離合器做一些分解 然後粉塵這邊清潔掉 然後也可以觀察一下 這邊勾的耳朵有沒有損壞 關節處的粉塵也都是要去清潔的 也要跟各位講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有提到 小彈簧不要特別的更換 除非小彈簧真的軟掉了 真的軟掉了 那你要更換的話就對了 我跟各位講 你也要去找到適合的 傳統離合器我還蠻喜歡用的 因為它要壞掉真的是很難 除非你的騎乘方式是比較屬於高負重 常常也去爬山 那當然對它的磨損就會蠻高的 那一旦你是屬於這樣子車友的話 我也建議 你的傳統也勢必要常常去檢查 甚至還有一些地方也要檢查 輪胎 煞車 這些都更要去檢查 因為畢竟你是負重然後又爬坡 所以你的損耗一定會比一般使用者 還來的快 還來的大 這部分讓大家參考一下 開閉盤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影片前面有講到 你必須要使用原廠的開閉盤 這個部分是HKMOTO 它在設計過程中 都是參照原廠的開閉盤下去做的 我相信各位如果有長期在看我們影片 我們常常都有提到高低速減速屏這個名詞 因為原廠開閉盤都有配置好自己適合的高低速減速屏 一旦如果你是使用外面的改裝開閉盤的話 那很有可能高低速減速比就改變了 一旦改變的話 那你在使用這個傳動的時候 整個特性都會跑掉 所以我也建議各位 如果你對傳動的調整上沒有到一定的熟悉度 建議你們還是使用原廠的開閉盤就好了 那原廠開閉盤也是必須要去注意 注意什麼呢 我們每次在清潔保養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那個鐵蓋打開來 我們要觀看什麼呢 第一個上下油風還有內部的油風有沒有硬化 再來有沒有肉油這部分第一個要先了解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三個倒銷有沒有異常的磨損 甚至開閉盤的上座那一個內溝的導溝 是不是有異常的磨損 如果有的話都必須更換掉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全部清潔碗 組合回去的時候 環油也是要用好一點的 那各位你們挑選環油的話 盡量去挑選高溫環油 如果不清楚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買服飾的那個環油 就像我們影片常常用的 網路上賣蠻多一些分裝的 你們也可以下去購買 最後一步就是螺母 螺母是常常大家會忽略的 開閉盤的螺母其實還蠻容易受損的 那螺母一旦你發生在轉的時候 有點卡卡的話 我跟各位講先趕快換掉螺母 一般都是螺母受損 螺母你把它更換掉後 記得再去順牙一下 把它順一下 那這樣子我們到時候再組裝回去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一點 楓葉盤的部分 這邊也跟各位講 如果你們長期在看我影片 也可以發現到 HKMOTO的郭老闆 常常都是使用原廠的楓葉盤 一方面是考量到散熱的部分 那再來一點是因為 HKMOTO的郭老闆 它在設計這個傳動的時候 它都是去查閱 原廠的高低速減速筆 然後看還有沒有預留的空間 如果有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空間拿來使用 這部分說真的 就是考驗每一個傳動商的智慧 那每一家都有每一家自己最厲害的 那你就挑選你自己喜歡的 我現在是用手機來錄影 可能聽起來聲音會稍微不一樣 在這邊跟各位說聲抱歉也請見諒一下 那我剛剛影片前半部 我們就和大家說明了 HKMOTO的一些使用說明跟注意事項 相關的一些文字說明呢 HKMOTO的粉絲頁那邊也會放上去 你們都可以去把它參考一下 我們今天要把這一組傳動 抽獎出去 然後再來就是兩個離合器也是抽獎出去 那這一次我們會抽三個出去 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離合器 一個是慕斯離合器 一個是全白皮的離合器 我們就是抽三位出去 那如何參加我們的抽獎呢 非常簡單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粉絲頁 最後一個是什麼 你想對我們說什麼 你就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就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也很感謝你收看 喜歡我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記得要打開來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destroy 過渡